昨天在監察院的廉政專刊公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之後 有很多的記者朋友跟民眾來關心我的財產狀況 為什麼這麼少 那我想我就簡單解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過去我出社會之後一直都是在立法院當助理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就是一般助理的薪水 那過去我也沒有特別的副業 那在成為立委前跟成為立委後 也沒有特別去有什麼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雖然我蠻後悔沒有買航運股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財產上面並沒有顯著的增加 應該是一個可以想像的狀況 昨天在監察院的廉政專刊公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之後 有很多的記者朋友跟民眾來關心我的財產狀況 為什麼這麼少 那我想我就簡單解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過去我出社會之後一直都是在立法院當助理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就是一般助理的薪水 那過去我也沒有特別的副業 那在成為立委前跟成為立委後 也沒有特別去有什麼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雖然我蠻後悔沒有買航運股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所以財產上面並沒有顯著的增加 應該是一個可以想像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呢 還有就是因為我是區域立委 那所以其實除了國會辦公室以外 我還要經營兩個服務處跟幾個聯絡點 所以其實一些不足之處我都是用我自己這邊來支出 那像包含其實舉個例子 去年的公投說明會我自己也支付了很多文宣費 那再來就是還有一點就是其實很多像我一樣 這樣子比較新一代的政治人物 大家都是沒有什麼副業跟投資的 那基本上民意代表這個工作就是我們的本行 所以我想我還是希望問題可以回到重點 請大家多多關心我們的問政 關心我們的地方政策 地方政見 這樣子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風嘴辣叫醬不是被什麼風嘴 來來 兄弟來一口 來一口 我有吃了 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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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嘴辣叫醬不是被什麼風嘴辣 來一口 我有吃了 來一口 風嘴辣叫醬物 他說東西要加什麼都可以加 海中朋友什麼都可以加 東西要加漂亮啦 最好是醬料 他如果唬亂你們要怎麼辦 就以後再也不加他遊戲房 訂閱三立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